经济部长说通胀已连降五个月 那你有feel到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燕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随着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 通胀之眼便一直出现在各大媒体平台上 而人民最有深切感受的 就是皮包里的钱没变多 但周遭的产品价格却不断走高 这段期间经济范不在经济 民众也较苦连天 不过这种种迹象几乎已开始出现转折 经济部长拉菲兹表示 通胀数据已经连续五个月下降 就是从2022年10月的4% 下降到2023年的3.7% 他指出2022年11月的通胀 还是处在4%的水平 随后开始触顶回落 12月是3.8% 而1月的华人新年期间 则跌到3.7%的水平 根据大马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食品和非酒精类饮品价格 确实已有所下滑 不过不晓得民众 是否真的有感受到通胀逐渐下滑呢 我们来换个焦点 国航在去年一口气提高100个基点 将利率拉回到2.75% 但在去年11月和1月将利率维持当前水平不变 尽管目前还不知道国航会不会在本周恢复升息 将利率推高到3%的水平 但财政部副部长拿杜斯里阿莫马斯兰却说 这对固定利率贷款户的影响并不大 他今天在国会时指出 在总贷款账户当中固定利率贷款户 也就是家庭用户占了50.3% 或相等于640万名贷款户 这也意味着这些贷款户完全不受去年利率上调 100个基点的影响 另外他表示 尽管外围环境充满挑战 但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预计可以达到4.5% 而且不会陷入经济衰退 再来换个焦点 随着中国重新开放将推动旅游业复苏 以及进出口增长 市场人士看好年初陷入低潮的令吉 走势有望改变 上半年站稳4.45水平 根据彭博社报道 回顾2月份 市场担忧美联储可能延长收紧货币政策 进而打压新兴市场 导致令吉对美元下跌 但随着最近几天情绪稳定后 令吉走势开始回稳 市场人士表示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 预计将提振亚洲货币的前景 考虑到大马与中国之间强劲的贸易联系 令吉有望贫持受益 另外坚实的外围位置 潜在的资本流露走高 同样也有助于支撑令吉 加上国航通过提高外汇储备 增强了捍卫令吉免受波动的能力 新业投行研究表示 在出席IOI集团的简报会后 了解到公司依旧凸显着综合业务带来的益处 该公司预计鲜果串产量下滑 主要是劳动力继续面临短缺的问题 以及过去数年翻重活动加速所致 不过情况预计已有所缓解 航家预计公司下游业务收益 将继续支撑着公司整体表现 主要是油脂化产品的赚服 依旧保持在高水平 而且公司正不断扩建厂房 预计将推动销售增长 航家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4令吉55仙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股项 在出席PPB集团的简报会后 大马投行研究了解到 尽管B40群体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 但一直有政府在背后提供援助支撑 而公司今年也不打算提高烘培产品售价 不过该公司指出 目前更担心的是天气状况 因为这将导致原材料成本上涨 如澳洲的小麦生产受到干旱的影响 而公司不得不以高价转向另一个国家购买 至于电费成本问题 公司表示将专注在提高营运效率的方法 减轻电价走高的影响 行家维持买入平级 目标价19令吉 适时仙 来看下一个股项 大众投行研究预计 RL能源有意开设的污水处理产房 整体开发成本为3430万令吉 预计将在9个月内完成 也就是2023年末季 保守估计 相关项目预计每年将带来540万令吉净现金 同时将产生9.2%的内部回报率 虽然特许权可为公司提供额外收入 抵消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带来的波动 但是坚于目前的项目需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资本开销 因此也将面临执行风险 行家维持综合评级 目标价39先